我想說如果我開場有一個 是單眼別這樣出來 還好給啊 哈囉各位Beauty Exchange朋友 大家好我是彭雲彥 我們又見面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新電影《湄公河行動》 其實我覺得我拍的角色 我都不覺得是特別帥氣的 像如果是拍林超前導演 基本上他都把你弄得不是帥氣的樣子 你拍《機制戰》基本上只有穿一個小短褲 然後拍破風的時候就只有一個景深服 那這一次拍的時候 這次算是比較帥啦 因為有比較多衣服穿 之前拍他的戲都沒什麼衣服穿 這次就有比較多的服裝穿 但是他也很狠 他就把我的臉給弄得認不出我 他也想break一些觀眾 對於我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我不算是男神 我算是男神經病 如果有這個選項 我覺得比較是符合我 因為我覺得沒有 誰都 我沒有特別做什麼 就是成為一個神吧 我覺得神這個東西是一個 感覺特別不真實 當然如果大家把一個自己喜歡的演員或是歌手 當成一個idol的話我覺得 那就希望能夠學習他的特質吧 不是他的look 我相信他成每一個歌手或是演員 他成功的背後付出的一定不會只是單一他的 穿的style或是他的look 而是他的內在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如果可以給年輕朋友 學的話這個是最好的 一個很正面的東西 有多一點這種東西他們應該去學習 而不是單純的說 欸 學這個樣子或是這個髮型 還是讓人家看到 可能我做 如果我是一個演員 我希望讓人家看到我的 努力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 你擺三個 你覺得你最帥氣的表情 蛤 好嗎